人心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海人贵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应不成功妙地生 这是台湾人民 应不成功妙地生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意 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 各位维新圣教 义经大学所有闲事重修 我们今天继续来为各位 来讲解金刚经 金刚经的真实意 包罗万象 金刚经的深度 通往过去无量节 百千万亿节以前到现在来 都在金刚经里面 这金刚经的未来 包括未来百千万节以后 即使地球没有龙 还有其他星球 我们全部移民到其他星球的时候 金刚经还是有用 那可见金刚经的功德天有多大呢 不可说 不可思议啊 所以我们要懂得 来世间上修行一段时间 我们除了来续言 来珍惜这个缘分 我们要珍惜当下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要珍惜结未来一生的缘 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 人与人去破坏感情 人与人破坏感情的时候以后 我们绝对会自己当你悟的时候 脸不知道往哪里晃 所以王臣老祖开述我们 我们对于任何一件事情 我们对任何一件事情 都看法 就是金刚经里面所开示的受 性解受 受就是接受 世间上所有一切 已经看得到的 你也要接受 耳朵听得到的 你也要接受 你感觉得到的 我们得到的 身体体验体会到的 我们都要接受 这个是佛已经在天上界 大凡天界 已经告诉我们了了分明 你来世界上 你就要性解受 受就接受 逃也逃不了 以其这样 那你就把它接收起来 接受起来 从里面 来悟 里面的真实意 所以王臣老祖 又补充了 八宝 新华 来者不去 去者不留 顺其自然不可勉强 有缘则渡 有得则渡 皆顺天理处处如意 这八宝新华 各位一定要 老老记住 时时刻刻 当你看到不高兴的时候 来者不去 嘿嘿嘿 你也记得不了 若是当下哄 你不听他 还是要听 那么来咯 你要怎么办 你要接受嘛 接受下来要吃啊 吃蛋 把吃的 你晃也晃不了 那么你要修行 要懂得修行 那么声音来咯 是什么卦 已经什么卦 是不是正卦 正卦为你 为声音嘛 正 养鱼 就是像一个 波青 空着 我们要去悟 哦 我心要空 原来我的心 就是空的 心脏 心脏是怎么办的 但是我们的心 是 宽广的 那 你就哈哈一笑 当下 有什么事会发生 啊 如果做生意 要赚钱 正卦为你 是咬 是什么咬 是什么咬 是不是财咬 哎 我要动一下 要去买这个东西 会不会赚钱 你听到是要动一下 你把它接受起来 要去悟 如果 都是我们的老师嘛 正卦为你啊 我们一位老信徒啦 他要参加考试嘛 高考 来到新博士 刚好空中在 飞机在空爆 咬 一个声音 啊 这位信徒先生 看到我 很高兴 我说 你要考试咬 是啊 啊 师父 我要来求老鼠 能不能考上 我心里前修在讲 你就会 什么 尽忠益祥啊 船千里啊 哦 你的名声烫塑海啊 哦 他很高兴 就进来 大殿 向老鼠抠头 求老鼠 加持我 我考试能够 顺利 结果 那一年 高考 整个国家 考试他 是只有夺第一名而已 没有 第一名 空 一声 咚咚 去 那是什么 啊 震尾蕾啦 啊 啊 震尾蕾 就是 金钟 一响 传千里啊 法界蒙信 造 大千 所以我跟他说 你高考 你考上第一名的时候 啊 那你要怎么卸老鼠 我一定会来写王产老祖书增 他真的考试 那一年考试全国第一名了啦 好高兴哦 就来捐献我们建设的功德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误 我们来到世间走一趟 到处都是老师耶 到处都是我们的贵人 你要误 你不误耶 就好像晚上得到一点小小的萤火虫 你很高兴 没有想到那萤火虫很快就消失了灯光 你就看不到路了啦 所以信解受持 接受之后 你要能去悟 曾经 我们月老信徒 他呢 就是做生日嘛 刚好七十岁做生日 七十岁 吹那个蜡烛啊 蜡烛不得不去花啊 他说阿哈啊 花啊啊 这个信徒他说我死了 真的没整天算死了 如果是你知道咯 眼睛看咯 转着脑子 你要智慧 要能悟 蜡烛死咯 还点嘛 然后你就要开始知道要去谢天 我们的七十岁大寿 我们要做修 做寿 要去拜天宫 不是我回答就出来嘻嘻哈哈 啊 到饭店没吃啊 担担一场 很好吃的大粥大餐 你一点感谢天地 都没有 感谢祖先都没有 不怪 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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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啊 那就要悟 啊又有一次我去参加 人家的结婚典礼 啊结婚典礼 现在有做一种 什么 啊 八戒啊 那是什么东西啊 海苔的啊 那是什么 锁检啊 哦 我最怕的锁检 锁检的一二三 啊 有一个那一对夫妻 啊 那么他就 阿姨啊 整个人背不背 海苔的啊 海苔的啊 阿姨啊 他没有感觉什么 我坐在祖桌里面 啊 我就感觉不是好现象了啦 帅啊 帅啊 啊 帅啊 啊 他们结婚还不到半年 这就帅啊 帅啊 这寿要持 你要持 就是要悟 哦 所以我们要结婚 啊 不然 啊 好事 啊 你啦 用手捲的齁 你要最简单的就好 拿着就能吃 讚 香啊 好吃 你这一个喜业以后的国 是甜美 幸福的 你来变成啊 哈哈 你就变成了 这时候要悟啊 所以你要再娶媳妇 娶媳妇 娶媳妇 你女儿 啊 是要做什么 你你的手牲 你要用 你就要重新思考啦 啊 你听有没有 啊 所以信 是胡跟你说的 你要结 要理解 人 都有周围 身边的起视 视线 啊 你 你们要听 瘦了 放在脑海 进入新田 啊 你们要办这些喜事 你们要预防 啊 还有在将近 二十年了啦 我们西瓜 有一种五指的西瓜 那在吃饭啦 那是办喜事嘛 哈哈 结果 都出来 这个西瓜最上升的五指西瓜 啊 周围有一个港度的 周围有一个港度的 啊 这五指的 没劲啊 五指啊 没劲啊 西瓜没有子的 没劲啊 搞什么啊 二十万年了都没生 啊 你看啦 哦 这个是 哎 你们到世间上来走一趟 您要知道世间的 很多都有残疾啊 尤其现在葡萄 你要请人家 好了 结婚呢 而五指的葡萄 这些想法 不要去叫他出这个菜 出这个菜 没劲啊 葡萄啦 没劲啊 五指的 没劲啊 那 又是误解了啦 但是 最好 我们 你看到 每一项 都是喜事 大家说好话 啊 又有 啊 一个案例 我以前在测量 开路 啊 有一户人家 他一块地 他的路 计划快过去 他要占了两米 不给人家开 他要走人的路 他的路咧 刚好有十几坪 不给人家过 噢 这一位 噢 噢 噢 他就 不愿意 捐出来 人家跟他买 他也不愿意卖 噢 所以那条路 走过的人 噢 都把他祖宗 祖宗就是 他一心 黑漏漏漏 没度量 噢 噢 他就给你弄他 弄到死 你看 人家祖宗 结果 嘿 那一位 就有以上啊 噢 晚上一开 骑着摩托车 他就撞在自己的那块地 死掉了 噢 所以各位啊 你们要时间走一趟 要有悟 要觉 你不悟不觉的时候 那我们 到时候很多麻烦 拜拜 走一趟 很可惜啊 所以我们要悟 要信 天意 啊 信天意 要了解天意 啊 要接受 天给我们的 赏识 或是 若是 违背天意 哦 我们必然会 接受 天意的 谴责 啊 谴责以后 自己 你就 抱着 你的苦恼 啊 啊 劳劳碌碌碌 走一生 若是我们多 做一些 善事善行 啊 那接受 做真理 我相信 每个人都会很幸福啊 所以我们维心圣教 啊 啊 一经大学 啊 那个 开一条路 给大家 啊 走好路 哈哈哈哈 结果 啊 最会讲道理的人 最会叫人家捐的人 到最后他 一个这么欢 他不捐了 也不卖了 也不让人家开了 问我怎么办 没有关系啊 哪里就是 把他留住嘛 让人家 想念就好了啦 让人家祝福嘛 让人家祝福啊 啊 一切 大众的信念 是很 厉害的 他必须要去接受 大众给 给他的祝福 啊 或是给他的不量节 那我们来到世间上 你走了 你要回去所带的是什么 还是空空啊 啊到最后来 你所得到的果是什么 好遗憾的一生 我们来到世间上你就白走了 哪一位有将财产带回去 天上借了 请几手 有没有 包括你带美金 把它收起 灵魂借 哎 收美金没有用 啊你 非得要金箔子 金钻 哈哈 金子 啊 寿金 土地公金 啊 或是 四方金 银座 古钱 啊 你把它烧了 画了给他 他你们很高兴就走了 不然 都永远站在那个地方等着 抓踢死鬼 哦 做例子很多 所以我们在十一月十八日 十一月十八日 地母至尊的圣诞日 我们要谢天文 其安华会 到十一月十七日阿妹佛佛圣诞 啊 整整三十天 我们要在 总本山 迁入三堂 啊 公送诸经 早上 由我们幻辩法术公送 维新圣教三十经 来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 若是你们有参与超度 招请 恭请 列祖列宗 前来端座联台 听经文化 收纳每天都有栽串来供养 每天五十桌 三十天就一千五百桌 都树栽供养 我们所有的祖先很高兴的 享受法 一享宴 然后呢 我们 务必要画金银财博 我们的祖灵在灵魂 我们来到世界以后 还没有回到大凡天界的时候 我们在中阴森 都还少不了金银财博这一道光 给他们回到自己的本来的家 所以我们社会上 人世间很多很多的点点滴滴八万四千个法 我们能懂的尽量懂 能修的尽量修 能做的尽量做 那接下来我们是有福 就有福报 所以每次的法会 为什么那么久 有的在国外 你请邀请 送金邀请 他还没有买到飞机票呢 所以必须要有 比较多的日子 来工程法界 这都是真理 所以我们要信 解 受 此 即是第一稀有的功德天哪 祝福各位 阿金刚经的字字句句 都是真理 无论你什么叫 反正人 就是这样 你依教奉行 我们绝对会圆满 会幸福的 若是我们不相信古圣先贤所留下来的真言 那我们一定 一定 会有很多很多的 颠倒 或是障碍 所以常常有人说 古人说的话 都是有道理的 古早人在说 真一点 当然是真一点 所以经得起考验 印证的法 即是真理 有如 维津圣教王产老祖所传的《易经》 七千三百五十二年的岁月 风水学无量节百千万亿年来 风水学本来就存在的法 者 都履抱不爽 绝对没有让我们讨价还价的余地和空间 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们要依教奉行 依照圣人所教的法来奉行 按照这么做 圣人已经跟你们开一条路了 我们依教奉行嘛 你们要回家 怎么 坐车 走路 坐车 还是要走到 车场 你回到家 还是要走路回到你的 这个 客厅家里 这都是教义 教育 给我们的人生 早有定数的规则啊 曾经我们一位老训徒啊 他说 爱书啊 我听你的说 高高你哪神呢 他说 听我这么讲 我好像是神啊 我不是神 我是人 古人所说的话 若是你也念酒水 你得水 你得水的走不住才靠走去 我听你的说 他就做营造厂嘛 我们的老朋友嘛 他 有一天 听我 讲很多的我们的道汉经 就来跟我开玩笑嘛 我讲过 若是你喝酒了 绝对会跑错人家 到时候 你出不完兜兜走 哎呀 大头啊 我头很大嘛 我大头啊 哎呀 没可能的事情 过了两三天 刚好是尾牙 尾牙咧 他们给人家请口酒 喝很多啦 哇 咧咧咧 回家来 戳子就 开错了路 看到同一个号码 二十号的 刚好门里没有惯 他以为是他的家 他就进去了 那个家里 不是那家里的人 也没有感觉他是谁啊 他就进去了 到主人家的房间 门开了 就 狗狗睡觉啦 第二天 那家的人 起来看到 喊抓着 驾滚了 咬到平安的猫咪 满头青 他满头包 人家还告他 清湛名宅 哦 后来跑到 台中北屯派出手 到家里 这样 经过再三的 蛤蛤蛤蛤蛤蛤蛤 才回来 过了几天 才到五前五节当着 我说经修院 阿姑娘说 大头啊 你都嘴粉毒耶 我嘴很毒耶 我这真理啦 讲这 所有事情讲给我听 啊 这个要 平安 要黄黄 要包咧 我干什么 我给人家打哦 才将 整个过程 讲给我听 哇 你也 有大头啊 你很恐怖耶 吼你做个朋友 不能交耶 我说不能交 做天理 尊理 酒喝多了 有的撞死人 有的被撞死 被撞死咯 你害人家误杀 你撞死人了 你是杀人 所以你喝酒 活病那样 装英雄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但是 喝酒不开车 你不能喝太多 你喝太多 开车的人 会被你酒味 熏了 逃活你啊 也是会啊 也是个暗子啊 所以这个都是真理 所以我们要受 持 所以金刚经 我们现在看经文了 哈 啊 有 有众生 有众生 读文 试经 啊 这金刚经所开示了 信解 受持 世人 走为 第一 西友 不是西友动物啦 西友的 修行人 西友的人 西友的菩萨 因为能够信解奉行 你信解受持 啊 你能够依教奉行 将所有古圣先贤所留下来的经验的人 你信解受持 你绝对 是世界上虚有的 可惜世界上有几个人虚有呢 啊 确实不简单 大家在轮流啊 哦 也就是我们 易经 我传授的方法 给大家学易经 大家学易经 做出功诸佛顺心嘛 大家学易经 大人小孩都聪明啊 大家学易经 修行道上口见性 大家学易经 加成圆满一条心 因为这十八句真言 现在我们在一直在推广 啊 鼓励大家来学易经 但是 社会上好多人认为不以为然 就在去年 啊 我们一位信徒 来到仙佛寺 老百塞地啊 说书啊 我没有听你的话 哦 所以我去投资了 啊 结果我现在了了 了很多钱 我跟 我的老婆 孩子要去 跳楼自杀 啊 但是怕跳楼下去 连外一边很难看 我都死了有什么难看 死了又死了 还管什么难看呢 我没有跟你讲啊 叫你不要投资啊 有啦 你们的法师 好厉害哦 哦 你们法师 我去问他 他跟他普瓜 说你这个投资下去 前公后夹 啊 人家把你坑了 你会 赔得一趟糊涂 啊 所以他我就不信 三块钱你一一楼楼 三块钱 你这样 那乌龟也不会讲话 怎么会告诉我 知道我 因为很乱乱啊 好了 他就 真的去投资了嘛 他不听啊 结果 后来 前公后夹 左片右拐 一边拿着刀子拿来捅 你看怎么办 所以来先回事 要跟老师 跟师傅忏悔 我说你为什么 跟老师忏悔 因为法师你交给你的学生法师 说 啊法师呢 告诉我 我不信 所以我要 去谢谢最源头 丸头 这个人还蛮有 智慧的啦 所以 经得起 实践 印证 考验的妙法 我们绝对 可以去 放心 大胆的去用 不要怕 所以这样信解授除 你要信 王财老祖所传的真理 信 我们五千年来的文化 七千年来的益经 妙法 古圣先贤 你要去了解 你要去 正确的见解 你要去接受 这样 你来问 你就要照这样走嘛 反正我培养了一群学生 学弟子 法师 讲师 闲事 他们又不是没有饭 可以吃 为什么骗你干什么 所以这位先生啊 叔父啊 你不要再骂了好不好 你留一点口头好不好 叫我留一点口头啦 我现在不说 不告诉你 不警告你 我的口头就没有了 所以我要 你信解授 接受 这个 妙法 古圣先贤 的妙法 啊 相对我们维心贤士同修本 你们要将所接受的 啊 信奉的 易经 洪水妙法 啊 来 为众生解除困难 啊 让众生信 一 一叫奉行 那么圆满了 社会都圆满嘛 所以天下一家亲啊 同修啊 你们不要瞧不起自己 也不要藐视他人 别人 所有的众生 大众文 亲朋好友 都是我们的老师 是让你 你认证正道 你经过正道之后 哎 没有错了 心底受辞 啊 所以 我们纳获那么多的例子 啊 似乎在今年年内九日提供些 将 过去三十年来 所讲的道 有缘火法师 大集结成就起来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件 微信道障 都是 信解受辞 都结果成果啊 啊 就以前来供养给 十王法界 农天护法 诸天圣神佛菩萨 未来生 你们要到世间上来 你们看到这幅微信道障 你们要 合掌 鼎礼 要感恩 啊 这一生你们不必啊 你看到微信道障 可以这样看就好了 嘿 但是你这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嘛 微信道障 有农天护法 守护法 我们很虔诚的 鼎礼 欢喜信寿 奉行 社会圆满嘛 你诱言的 亲朋好友 让他们 减少一些 不必要的失败 造成 自我心灵的障碍 这是很重要的 人一旦有障碍咯 百事不顺 所以刚才我讲这位信徒咧 对于我讲的 大家学医经家庭幸福 一座心啊 不以为然 那么好了 了啦 前功后甲 旁边刀子童 弄成家里 算命 算命了啦 到这代来才后悔 哦 但是还来得及啦 还可以重新来信解 受持 所以各位同学们 各位十方善知识 我一直鼓励 我一直鼓励大家来学医经啦 啊 做人所受苦安心 大家学医经 修行道上可见经 大家学医经的 里面的非常重要的真实义 就是信解受持 你就是要坚持你的信念 坚持你所学的 若是 师父 这医经所传的 法对人类没有意义 风水学所传的法对人类没有意义 对众生没有意义 上天不可能 给我在佛三十三年 当时我病得最严重 我就提供 若是我病好了 我愿意 承担天下太平的担子 修行 那时候我说 想说 不要死就好了 基本有三年 三年 该交代的交代好 什么事情交代好 后事交代好 三年以后再死 但是三年也不够啊 我干脆我给他放大大 天下太平 后还很忙 他们都我怕死 很怕死啊 所以愿跟他活成就大大 没想到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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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好 官室普达还是说 愿大力大 結果又活,活了33年 不簡單,33年 齁,而且33年 從五到五有一間小小四坪的房子 三塊錢,三年起家 齁,不管,那時候沒有龜 要看到烏龜抓到台 他抓到非常殘忍,就瘦腳不斷了 我這兩隻手,腳不斷 這樣不管,拜託拜託,紅包拿來 是不是這樣? 這個三塊錢,在裡面放來 這是烏龜,一個天,一個地 天、地、人,三塊錢 這行人,真一人三才一以貫之 過去現在未來 所以你就掛 搖六次出來的掛 你就了了昏明 所以王山老祖 傳這個廟法之後 那麼33年來了 從五到現在的維新聖教 立與天氣之間 這是王山老祖 所有列祖列宗 中華三族 皇帝 元帝 石油帝三族的文化 福西四族 女蛙四族 還有文化周公孔子 五大聖賢 還有使孫斌孔明 劉伯溫 也後 陳環 這些聖人 全部集於當下在台灣 哈哈 所以我們很感恩耶 所以這個都是信解授辭 我既然信了 我絕對不會倒退 我一定要深入經常 瞭解到 易經的精髓 瞭解風水的真髓 瞭解如數道 宗教的真實 意的內涵 所以這是三才嘛 易經風水 如數道百家思想 就有如我們元帝法師 他自己譜了一個詞 和其易經風水 如數道 是無保的歌 無保 這都是中華文化道童 維新聖教的 非常殊勝的廟話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學們 你們要有這種智慧 這也是金剛經 我們的智慧 我們的靈性 叫做金剛性 也叫做金剛經 金剛性的整個人生的過程 過去現在與未來 集於這三塊錢三元吉利 絕對不含虎的啦 所以印證33年了啦 師父還沒死啊 我最近一直想說 誒 我和人家同修師兄說 我已經又多活到33歲了 而且把 中華文化道童 如數道百家思想 已經風水融為一如了 成就了維新道帳 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五卷 啊 屬而後遺啊 謝天謝地了啦 但是會不會死 要不知道耶 還有一口氣 就盡量呼吸 盡量做 不要讓自己的時間空過 空過 你空過就最過的啦 對不起祖先啦 對不起天 對不起地 對不起諸天聖神佛菩薩 給我們有這麼好的機會 各位在千樓禪堂在這裡 在各分師道堂 各教室 接受我們所有這麼多培養出來的 優秀的法師 講師們 傳授聖法給各位 這都是 經過千錘百鏈 然後堅持 金剛經所開示的 人生 哲理 信解受持 也是佛法的四聖地 也是 所有一切法的四聖地 就是信解受持 所以我們人生來到世界上 這個信解受持 四聖地呢 各位同學們 你們好好 要把它放在心中 實施自我勉勵 任何一件事情 都要信解受持 做人處事 都要信解受持 四聖工商百業 都要信解受持的時候 你即是覺悟者 佛陀的在世宪 王殘老祖的倒架持行 在世宪於人間 祝福各位